新制租任契约自109年9月1日上路了 房东在租任期间不得调涨租金 收取电费要冤名下月即非下月 且都不能超过台电锁定最高级距之金额 房客因疾病要长期疗养 或房东要收回重新建筑都可提前终止租约 住宅修缮期间可扣除租金 租任关系消灭后 房客遗留物视为抛弃所有权 更详细内容请上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